《口水大王》是罗慧夫鲁研基金会第十九届 用爱弥补文学奖金奖的主作品 作者刘又伦笔下奔放的图像 和滑气的内容让评审大为赞叹 称其具有充满阅读的惊喜 赶紧来听听吧 大家好,我是小伦 我的特色是流口水 每天都一直流 只要一张开嘴巴 口水泡泡就不停地冒出来 流口水是我的特色 只是大家会觉得很恶心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我知道别人笑我并不是故意的 他们只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因为真的很好笑 其实笑声是我的警报器 提醒我要吞口水 或是把口水往上吸 这是我画自己吞口水和吸口水的样子 自己觉得好可爱 当口水泡泡在嘴巴里跳舞时 就要赶快吞下去 如果泡泡泡了 就会像溜溜球一样往下滚动 这时要赶快用力吸 不让悲剧发生 我很高兴自己找到了解决办法 我觉得流口水不是问题 而是我的特色 虽然会不方便 但是我努力控制 所以我每天都还是很开心 我流口水的样子就像蜘蛛侠一样 我想象可以喷出很多蜘蛛丝 还可以攀岩走壁 拯救需要帮助的人 希望我可以带给别人快乐 也能像蜘蛛侠一样 到处行侠仗义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罗慧夫鲁岩基金会 用爱弥补儿童文学奖 于1995年成立 期许为鲁岩孩子营造 充满接纳包容的温馨社会 基金会广邀国小学童 以图文创作的方式参与 并以绘本、话剧、 陈坚说故事的形式推广 让一般孩子认识 并学习接纳不一样的生命 这个系列作品 也被许多国小老师 选为生命教育课程教材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